要说计算机这个直男领域,女性独占凹头,你信吗? 不夸张地说,人工智能已成为未来社会的核心驱动力,而李飞飞正是这个领域最顶尖专家。 33岁时,已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,如今45岁更是美国三院院士,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研究数百篇。 她最大的贡献是提高了机器的深度学习和图像识别能力,并带领谷歌、亚马逊等科技巨头共同拓宽了人工智能的边界。 陈旧瞩目,可影响她走到今天的金钱观,更令人敬佩。 试问,谁能拒绝华尔街百万年薪,却选择去读一个冷门博士,又有谁能耐住轻苦,坐穿科研老鼎,你飞飞做到了。 16岁,跟随父母移民美国,一家人一直为生存奔波,但拮据的生活并没有把它变成金钱追逐者。 大学毕业,拒绝了多家金融公司的邀约,只为追随内心去西藏研究藏药。 从西藏回来后,竟再次拒绝华尔街的高薪工作,开始读博,并启动当时冷门,不被看好,又有工作量巨大的机器图像识别项目。 更可禁的是,她没有独享自己的研究成果,而是将数据开放,供学术和商业界的每个实验室免费调取。 要脚踏实地还是急功近利,要理想还是要高薪,李飞飞的选择无疑是有远见的。 她说,她的家庭让她体验了非常清平的日子,她要求很少,对物质有一种超然。 她说,充实她生命的不是钱,不是物质,而是其他东西,比如精神。 有多少人错误地将金钱担成了人生的终极目标,而让生命错过多种潜能。 又有多少人为追求理想,而能看清诱惑,并坚定持守。 金钱无疑具有强大的力量,可有时能拒绝它,是更强大的力量。 这里是她故事,喜欢就点个赞吧。